我要你幫我做一件事情是 我現在的頁子往上飛 它的每一個角度是不同的 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角度是有關的 0-360 0-360 起始的rotation 起始的角度 不過 它有沒有在轉 你看得出來它基本上沒有在轉 它的轉動是另外控制的 你可以下去找一下 這邊會有 找rotation rotation在這裡 轉動over lifetime 轉動by speed 用速度來控制你的旋轉 隨你的速度來控制旋轉 或者是隨你的壽命來控制旋轉 我把壽命這個地方來控制旋轉 這個把它勾起來 再勾起來 好 啟用它 然後告訴它說 來 我現在的角度呢 你幫我去勾選它的角度 好 我要以每一個的走向 個別的走向這個地方 我告訴它說我要亂數 0-360 看到嗎 這個地方0-360 0-360 意思是說什麼 它也是0-360 那0-360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講 這個指是一個動量 就是說它不是 它一開始上面這個0-360 是一個起始的角度 每一個都不會動 但這個地方我告訴你說 你的旋轉是有一個方向 依照著你自己的軸向的 XYZ的某一個軸向去做轉動 所以每一個轉的方向是不太相同的 這樣子 如果你希望它轉得更快的話 把那個值得加得更高 比如說720 它就會變得更快 更快速 它是用轉動量來決定你的轉速的 這樣子 你的轉動就會更快速這樣子 OK 好 那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 這個有點少 我們把它的Emission發射的量 本來是10個 大概是100個 好 或者是 這看起來有點太多了 我把壽命減短一點 壽命少一點 對 目標當機列 0.5 0.3 0.8 好 那這樣子 我想差不多了 0.4 好了 我把我的分子的量增多 這樣子我會有很多的葉子 當然我可以覺得少一點 45 50 這樣 那我的發射的葉子 就大概這個量 然後把壽命調理一下 我剛剛調的是發射的數量 rate over time 我整段時間裡面 可以發射多少的分子 這是一個 然後我的旋轉的量 在rotation by over over lifetime 這個地方 告訴它說我離到起牌 會去做一個轉動 這樣子 那它就有一個比較多的樹葉 然後比較多的一個轉動的效果 好嗎 其實沒有什麼難 你可以自己實現一下看看 可能不要那麼快 慢一點點 這樣 需要的值在把它看起來 事實上它這邊有很多 size是大小的嘛 顏色的嘛 然後 外力的 跟什麼其他的 像速率 極速跟速率 這些東西都可以改 等一下我們再來改 但你先幫我把rotation over lifetime 這個值 跟umission的數量的值 改一下 這樣子 來試一下看看 對 對 айте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